根据网络安全审查结论及发现的问题和线索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涉嫌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时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违反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违法违规行为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严重性质恶劣 7月21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 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储人民币80.26亿元罚款 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程伟总裁柳青各储人民币100万元罚款